镇北部隐士城大致是分为三个部分 清城 明城 还有老银川一条街 现在我过来的这个地方就是明城了 感觉明城比清城还要新一点 你看 浪人部落 这里还有一些驮着东西的骆驼 但是这些骆驼都是用水泥做的 这是浪人街汽车酒吧 还真的有一台汽车啊 这台汽车现在已经成为了一间酒吧了 进来看一下 哇 哇 连方向盘都被拆下来了 这是气灯 但是它是道具 是用泡沫做的 但这仅仅是摆设 并不是真的酒吧 这一排就像是游乐园一样 大人小孩都在这里玩 这里有一个驼马场 骑马照相20块一次 这就是非常著名的月亮门了 走 我们上去上面看一看 上面有一个紫霞仙子 月亮门这里站得高望得远啊 可以看到明城的全景 上来城墙上面看一下 古代的将军 骑着战马 古代的将军骑着战马 这里有好多骆驼哎 这可不是道具哦 是真骆驼 师傅 骑一次骆驼多少钱啊 30 30啊 嗯 下面走一圈 从下面从那里走一圈对吧 哦 走回来 哦 去吧 那我骑一次吧 这样子过去对吧 哦 好 哇 它不会跑得很快吧 那你牵着 哈 牵着哦 好 去 起航了 起来 哇 这骆驼好高啊 感觉比马要高得多 对啊 真的是 瘦死的骆驼 比马还大 就是这个意思了 你看 多高 我感觉这个起码有 2米高吧 站起来 那旁边是 恐龙的化石 当然是假的 这条骆驼是白色的 你看骆驼的驼峰 是歪着的 来到大西北没有骑一次骆驼啊 还真不像是来过西北啊 还好是师傅牵着啊 如果说这个骆驼跑起来的话 恐怕我坐不稳啊 好 回来了 鱼 你看这条骆驼 多大 这里有一个金怪展示 牛头马面 牛魔王 真的是古灵金怪的东西啊 里面 这后面就是电影《红高粮》的主场景 但是这场电影呢 我没有看过 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简陋的院子 留下了姜文 巩俐 张艺谋 等等明星的足迹 四角朝天 久儿居室 这是卧室 这不是普通的床啊 是一个炕 下面是可以烧火的 福寿路 看一下这些建筑 真的是比古建筑还更像是古建筑 要是我们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景 如果什么都可以忘了 以后的每一天将会是一个新的开始 但你说多开心 看看龙门客栈的内部构造 里面现在成为了一个摄影棚了 我死了你不用带人来看 我不想说会说话 这是唐僧寿行台啊 在这个影视场走了一圈 我感觉这里面处处都是经典场景 电影木马人的经典场景 上啊 坐里边 坐啊 这是1995年的航拍图 下面这座是青城 上面那一座是明城 老银川街景 创立体文学 街上就是一些卖特产还有一些小吃的 好大的棉花糖啊 吹糖人 果味棉花糖 这里还有一家洋货商行 懒汉饼 这个饼够大吧 但是这却是道具啊 泡沫做的 这大葱也是道具 茄子 大白菜 卖羊杂碎的 百川汇金广杂货 还真的是一家杂货店 中国华东烟草公司 七八十年代的老商品 竹制品的杂货店 这里有一家光明理发店 非常经典的理发台 白家货站 这是一家卖 鸵皮羊皮 鹿绒牛黄的 你看这些是不是特别像是皮子 但是却是布的 上面这些才是真正的皮子 里面就是一些杂货 竹制品 箩筐 这一条银川老街做的相当逼真啊 最后面是老街主题馆 背着干粮徒步去几十公里以外的县城上学 太远了 八十年代的孩子是这样学习的 中国人必须在教队 鹿银川老街 买到大城上学习的 古人必须在考虑 这个城堂上学会 西方典秧的也在拥有 也是一家百货店 银川老街 是一个摄影棚啊 古董照相机 七八十年代人们就是这样子去补鞋子 我在小的时候也见过这样的补鞋机 这条街更像是小吃街 你看这里有卖羊杂碎 还有火烧驴肉 来吃一碗羊杂碎吧 纯杂碎 就是羊的杂碎对吧 对 那我来一碗小碗的 来个小碗的 对 刚好没有吃午餐 吃一碗羊杂碎 来了 羊杂碎 这里面的份量还算是可以哦 这里做嘛这个 牛肉丸子生串面 小鸡面 羊杂 牛杂就吃的多了 但是羊杂还是比较少吃的 拧一下特色小吃 还是用筷子 香辣味的 谢谢